现代妇女基金会花联工作站从106年成立以来 帮助超过1000个家暴家庭 提供量身定做、及时回应、深度陪伴 还有网络合作的个案服务 同时在假日也提供了儿童客服 让受报妈妈可以安心上工赚钱 在5月份,现代妇女基金会花联站还举办了 呼呼拥抱你绘画比赛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重视家暴妇女的保护议题 现代妇女基金会成立主要是帮助受报家庭 提供具备量身定做、及时回应、深度陪伴 还有网络合作等四大特色个案服务 同时他们也发现在辅助过程当中 受报的妈妈必须在假日上工赚钱 因此花联站也推出了假日儿童客服服务 基金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协助一些受报的妇女 尤其在性别暴力上面 性侵害、家庭暴力、性骚扰 这一部分是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议题 第一个他经济没办法独立 那没办法独立 他就没办法走出他的这个暴力的阴影 所以我们在深救以后 再发现说原来这些人 他所以不能够离开他的这个受报的家庭 他有一个羁绊就是孩子 所以为了这个帮助这些的受报的妇女 他们在所谓的我们经济负全 就是让他能够经济独立的之处 那我们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客户服务 那这客户服务跟一般的客户服务比较不一样 客户服务很多的客户服务都是下课以后 那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桃园它是属于观光的城市 所以反而是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他们要出来谋生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六礼拜天 在这边开这个客户 让这个需要的民众 需要的或者我们服务的个案 把小孩子带过来 那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有我们社工来带领 各种不同的这个生活的体验 还有功课的指导这样子 花莲工作站儿童客户 到现在服务了148人次 总共有11个家庭受贿 而在温馨的5月份 花莲工作站还发起了 呼呼拥抱你绘画比赛 欢迎花莲市国小 国中高中还有亲子来参加 号召更多人来关心受报家庭的关怀议题 这里会换是报道